台東衛生局辦理的阿公阿嬤活力健康活力秀 受到長輩熱情的參與 活動一次比一次的精彩 除了提供一個專屬老人展現健康活力與生命價值的舞台 更實踐在地老化、活躍老化的理念 就是這個目的 我們要活得快樂、活得健康、活得產品 這個就是我們台東先要的 也是黃縣長一直期望的 我們一起努力 看到這群高齡八、九十歲的阿公阿嬤又唱又跳 18號上午體育館的初選 可說是讓評審們傷痛腦筋 入選的前三名將代表台東縣參加9月5號的東區複選 晉級的隊伍9月30號參加全國的發表會 好多牛喔 好可愛的牛 差 dick 小小小able 祈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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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ossibly 阿嬤就是说她很喜欢参加这次每一次的活动 然后因为她很喜欢看表演 然后她自己很喜欢跳舞 所以她很喜欢舞台上的表演 所以她说参加这次活动 可以不只要是让她身体上的健康之外 也可以管节善缘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推广健康促进 所有参赛者大多是65岁以上长者 其中有位阿嬷更是高龄102岁 希望借由活动让阿公阿嬷动起来 让台东县成为健康乐活高龄友善的幸福城市 东南新闻 陈静雄 台东市 常常爸爸 2014年台东县阿公阿嬷健康活力秀